也就是在立章当中讲到 比丘早上去托波 到了商店去 商店的店员正在忙 看了师父来托波 就说师父我今天很忙 你要什么东西 我要什么东西 可以 明天来了就给你了 所以现在比较忙 结果比丘早上就回去了 第二天来的时候 因为昨天已经答应了 他也没有说 他就直接去拿那个东西 拿了因为第二天换了另外一个店员 换另外一个看店的人 就说大德你换托道 他说怎么换托道呢 我怎么换托道 你拿我的东西 没有啊 这个昨天已经答应给我的了 那么比丘就放着 怀疑自己换托道 回去来请问佛 他说你什么心 怀疑想 怀疑想 怀疑想不换 就是这里所讲的 他已经认为对方把这个东西给我了 这叫怀疑想 怀疑想 比较好 比较好 免得污秽 再来吉祥 未是几物 拿错了 真拿错了 你的东西跟你的东西放在一起 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经常有这个问题 那个鞋子穿的都一样 这个鞋子放在一起 进去出来 穿错鞋子了 有的也很可爱的 那个鞋子其实很小穿 它就硬塞 塞进去了 穿走了 另外一双大的 第二个人他穿了就穿不住了 经常掉了 他知道一穿了就不是自己的鞋子 但另外一个很可爱 穿不下去硬塞 就是塞着走 所以这个就是疑想 吉想 认为是自己穿错了 拿错了 这个不换 但后来知道要还回去 要还回去的 再来混勺想 混勺想 叫不知此物有人设数 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人的 也就是自己认为 这是人家不要的 这叫混勺 垃圾 垃圾 人家不要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在马路上 一个大大的钱包 里面都是金银财宝 你说哎呀 混勺想 带回去了 没有人 人家不喜欢钱的 金银财宝 这肯定是人家掉的 不可当混勺想 拿回去了 这个要拿去 怕是所警察的地方 给人家招领的 要还主人 主人一定很着急的 再来 暂取想 什么叫暂取想呢 不久吉还本主 暂时用一用 不久就还给本来的主人 像有时候呢 我们出去啊 办事情 该带来没有带 忘了 原子笔 要写个东西 旁边有笔 拿来用一下 又换回去 这个是不会换 暂取想 再来 亲后想 亲后意想呢 亲后意的情形 就是说呢 素相亲后 温我用时 齐心欢喜 就平常的时候 两个人啊 互相非常的亲后 不分彼此啊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不分彼此 所以啊 温我用时 齐心欢喜 听到我用他的东西 很欢喜 你就用吧 这种情形就不会犯了 要是说呢 本来啊 两个人因缘就不好 你一定偏偏要亲后意想 这个也不对了 他就生气了 我跟你说不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拿我的东西呢 这个有小过失啊 但是不会换道啦 有小过失 所以要真的亲后意啊 才真的录得开言 不然呢 还是会有放过的 华眼间恶地品当中所 托到的罪 也使命众生啊 将来都以三六道 这是种报 种报 若生人种 从三六道出来 甲子生到人道当中 还有余报 那么得两种果报 这是余报 第一个贫穷 贫穷 贪啊 贪不会富贵啦 贪是贫穷 所以在大致论当中讲到 一天到晚想要东西的人 他就不会有富贵的 贫穷 因为贪就是贫穷的因啊 所以啊 我们要富贵就要不实 欢喜施舍 欢喜施舍 而不是贪会富贵的 我们不要弄错了 不要弄错了 你看做盗劫的 他哪个说富贵 没有啊 他就一直去偷啊 因为他就没有了嘛 一直偷 贫穷 再来二者 共财不得自在 共财 共有的财物不得自在 什么是共有的财物 就是我们的财物啊 是大家共有的 不能自在 解业 共财者 共财的意思啊 就是说 世间的财物啊 五家所共 为王贼 谁 活 不孝子孙 这恶王啊 恶王 那本来你很有钱嘛 忽然之间呢 跟你加个税啊 什么的 钱都跑到他那个地方去了 到解 偷了 水栽来的 烟了 火栽来 烧毁了 还有呢 不孝子孙 你会上辛苦的赚啊 他很努力的用 很努力的用啊 所以啊 没多久把你的钱花光了 拜佳子啊 拜佳子 所以啊 这个财物啊 世间的财物是五家所共的 为功德法财 乃不供他有也 我们修行的功德法财 你修了 所以 道不走得 我们在用功的时候 就是新学安安园理院区 这些的种子都是善的种子 善的种子 都是无漏亲近的种子 这个呢 是不供他人所有的 自己受用的 自己受用 所以这样讲起来啊 我们要多用功 修行功德法财 诵经拜佛念佛听话 这个是非常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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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